這麼難得尺骨神經科醫生、理醫生在這裡 我真的一定要在公在私 幫我檢查,我有時候有些頭痛問題 通常正衣是怎樣做檢查 首先我們會看看你的姿勢 如果你直向前面 首先會看看你的耳朵有沒有高低 也算是平衡的 會看看你的肩膀有沒有高低 會看看你的肩膀的彎 有沒有不同 你會看到右邊的位置 好像比這邊的短 即是肩膀有高低的意思 對,有一點點高低 右邊這樣 之後會側面這樣看 會看看你的頭有沒有傾前 其實耳朵就是肩膀上高 一切直線 Lisa有一點點出貓 第一,其實會看到Lisa的下巴是顱高了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告訴我們 肌頸的肌肉是不夠力的 而且是有些寒背的力 其實肩膀應該是要打開 嘩,這樣就好挺胸 不會好挺胸 對,其實肩膀應該是這樣縮 這樣就會一條直線 這樣就更適合 剛才是肩膀高了 除了這樣,我們再看前面 原來也挺難的 看回你的動作 如果你向下看 可以摘得多快 這裡大概兩個手指都可以 如果你向上可以摘得多快 可以摘得多快 可以摘得多快 耳朵和肩膀可以摘得多快 好,另一邊 對,看回前面 這樣轉頭向右邊 左邊 然後另一邊 我們還有一筆 對,看這件事 我們會看到 右邊少了、多了等等 這樣就會看看是否有關節錯位 之後,脊椅就會用手 去摸摸脊椎有哪裏 是動得不太好的關節 你會給聽眾看看嗎? 撿分 會比較好嗎? 可以的 我會用手指去摸摸 嘩,這裡有關節錯位 應該看看他的樣子 這裡有錯位 這些是脊椅專業師摸 好痛 通常摸摸錯位的位置 都會有點痛 有時不痛 但我們都會感覺到 動得不太好 那些其實會令到你 很容易有頭痛 這些錯位的位置 會影響神經線 這些神經線 會影響頭、腦 很多人就會頭痛 除了這件事 平時在診所裡 我們都會做一些 神經線掩查的 今天到難一點 就做不到 大概就是這樣 我是不是要找手指去處理一下 其實你的警察就是要找手指去處理一下 我覺得是為藝術而犧牲 真的